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来自内蒙古 为什么从女儿身边经过的时候 居然熟视无睹跟没见着一样 你们很多年没见面了呀 我今天来就是看望儿子 想儿子 你是不打算要这个女儿了是吗 她因为家太久 但这跟你跟她握个手 把她掺上舞台有什么关系呢 她应该跟我老人打个手 人家不当想跟你打招呼吗 你就一个人愣愣愣的就走上来了吗 怎么这么冷漠呢 对自己的女儿 你给她治不治病 那是你的经济能力决定的 但问题是你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 你看见自己的女儿 你跟没看见一样 我说难听一点话 这还有点人味吗 爸 妈 我问一下叔叔 他17岁出走的时候 是他自己决定的吗 给他这边花这么多钱 我挺放弃的 心里烙忍吗 真放得下吗 没他 叔叔啊 我说句实在话 本来弟弟 你儿子做的这个行为 应该是你做的 但是你没有做 你的儿子去做了 是你应该感谢你的儿子 我们都喜欢你儿子 都觉得你儿子特爷们 特男子汉 照顾姐姐这么多年 我们社会上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需要这样的好人 你说呢 是 那么你今天来是想把儿子带回家 想让儿子回去 女儿要跟我回去也行 女儿 爸爸来时 多少给你加了点钱 拿着吧 你还量报 爸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多少钱 这钱我收下 多少钱 五百 五百 弟弟情绪特别的激动 想要上门 来我们把门打开 我们扶着我们走 怎么了 我们不需要这个钱 你听我说 你们来干嘛 是钱能解决的吗 我们要的不是钱 我们要的是不离不弃那份情 当我姐进手术室的时候 你们在哪 当我签那个手术单的时候 你们又在哪 有谁理解过我们 有谁想过我们那时的感受 六年了 没有钱 难道连个电话都没有吗 你们可以不要我姐 但是我不能 我长大了 当初我小 现在我大了 我有责任去照顾我姐 我情愿用我的命去照顾我姐 谢谢 你跟他们回去吧 一家人 还像以前一样 来这样 姐姐就放心了 跟他们回去吧 俊杰啊 我们能够理解你刚才的那一份填膺 也能理解那种分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好好地听听别人说什么 好不好 爸爸 我想问一下 这五百块钱哪来的呀 从来的时候借的 我们老两口也都有病 那你们俩 经济收入来自于什么呢 就靠种十亩地 就种十亩地 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啊 也就是八九百块钱吧 一年 都三地 一年八九百块钱 十亩地 就种这些粮食一年的收入 才八九百块钱 有时候汗了 还浇不上水 就一把盖子 对于内蒙古的地貌 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在那个地区干旱 没有河水 没有水的话 这个地就欠收 而且种的基本上都是 低值的作物 比如说玉米啦 小麦啦 这样的作物 所以一亩刨去化肥 刨去一些 它们的用度以外 能收八九百块钱 已经不错了 一亩地 大概就是一百多块钱的收入 我可以这样说 一开始在叔叔没上来之前 我们对他有误会 觉得他 对女儿是一种放弃 也没有去找他 但事实上 叔叔上来之后 说自己一年 在八九百块钱的收入 到处借债 给积了四次手术 我当老人 该经历也经历了 其实我觉得女儿 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钱 是需要家庭的温暖 白玲玲双侧 鼓鼓头坏色的十二年间 父母为他四处求医 然而高昂的手术费 让这个收入拮据的家庭 力不从心 就在女儿十七岁 病情逐步恶化 离家后的几年间 儿子俊杰 面临婚奖 父母省吃兼用 偷偷损下五万块钱 可是 儿子俊杰却偷偷把这五万块钱 拿给了姐姐 用于治病 一家人因此决裂 那么今天 父母和弟弟 面对生理垂危的灵灵 希望他们团聚的告白 最终会做出 什么样的选择呢 也许有的时候 我们情绪上来之后 把那种误会 那种偏见越来越深 所以我们给对方一个 好好说话的机会 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好不好 接下来是姐姐的告白时间 听姐姐想对自己的弟弟 爸爸妈妈说什么 来 接下来是姐姐的告白时间 熊儿 谢谢你 对姐姐这么多年的付出 每当我走在手术台上 然后 有可能在下不来的时候 我都在想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我真的下不来了 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 姐姐是不放心的 你这么多年 为姐姐付出实在太多了 我这个做姐姐的 实在是 对不起 你听姐姐的 一定要跟他们回去 这有可能 是姐姐唯一为你做的一件事了 姐 什么我都能听你的 但是这次不能 我 姐 真的 当前两次你手术 我在你身边的时候 我真的很害怕 因为你 身体体力不好 他们告诉我 有可能进去 真的就出不来了 那一刻 真的内心有很多很多话 想对你说 可是 我希望你能快快乐乐的 进去 能快快乐乐的出来 当上一次 我一个人将你送进手术室 直到你出来那一刻 真的我的内心 经历了太多 在那短暂的五个多小时里 是我人生中 永远都忘不了的 我真的很害怕 我害怕有一天 我真正的失去了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姐姐 我怕要一天 我真的会后悔一辈子 今天 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但是 我不会回去 无论在苦在难 我一定会陪在你身边 没钱了 我们可以挣 我们只要快乐乐的 我一定会让你把手术做完 一定会让你像正常的人一样 走在大街上 熊啊 谢谢你为姐姐做的一切 姐姐知道 要不是因为我 你不可能和父母变成现在这一步 不可能变成这么僵 要不是因为我 你放弃了学业 放弃了自己结婚 如果我真的有机会手术的话 就算我完全失忆了 至少你们是一家人 你们在一起 姐姐就安心了 你们好好谈谈 弟弟 你跟他们好好谈谈 这是姐唯一能为你说的事 爸妈 这个钱我收下 我知道 你们为我付出太多了 这也是你们一片蜥蜴 我这次见你们 我只希望你能和弟弟团圆 弟弟 爸 你们好好谈谈吧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